无峰山下神秘区域,峡谷中传出骇人声响。 行走其中,马会莫名受惊,人会不寒而栗。 奇特的彩色峡谷,诡异的神秘通道。 地理专家勤王考察,最终能否破解千古奥秘? 探秘小草谷,地理中国即将播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各位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 在昨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带您去领域了云南省鹿梁县五峰山脚下,一片神秘的扇性区域。 其中一个小草谷显得诡秘异异常。 这个小草谷尽管规模不大,但是经过考察却发现了地下溶洞的线索。 如果这个溶洞真的存在的话,那么在一个如此狭小的区域内,就集中出现了溶洞,地下暗河,高山峡谷,以及村民们所说的五彩丘陵。 而这些如果得到证实的话,就将成为云南省一个极其罕见的地貌类型景观。 那么考察却能否顺藤摸瓜,解开小草谷,以及这片神秘区域中的种种谜团呢? 五峰山位于云南省东南部的鹿梁县,山的北坡有一片大约二十平方千米的扇形区域。 自古以来,这里就存在众多难以解释的神秘现象。 其中,一条位于中间山脊之上的小草谷,更是充满了魔幻色彩。 据说,这条峡谷内会发出一种人耳无法听到的奇怪声音, 而路过的马匹会因为受到惊吓,出现种种不可思议的反应,因而得名金马草。 除此之外,山里还隐藏着五彩斑斓的峡谷和深不见底的洞穴。 那么,究竟是什么样的自然力量造就了如此神秘的区域? 有深的峡谷内,为什么会发出奇怪的声音呢? 为了解开这一系列的敌团,并对五丰山地区所形成的各种地表差异状况及原因,进行全方位考察。 地理中国栏目邀请到云南师范大学旅游与地理科学学院的王家学教授一同前马。 考察队首先将目光集中在了会发出声音的小草谷。 经过专业的仪器检测,专家判断,草谷内微弱声音的来源可能和草谷底部存在的大型溶洞有关。 因为当水流经过面积较大的地下空间时,会发出不易察觉的声响。 那么,事实果真如此吗? 接下来,考察队将要对峡谷周围的岩石进行考察,以确定地下是否真的存在大型洞穴。 在小草谷两侧的山峰上,考察队陆续找到了石灰岩。 如果在小草谷的底部也能找到石灰岩的话,就能证明之前的推测。 但是,由于小草谷位于半山腰的位置,而且草谷内被流水携带的沙石层层堆积,形成了厚厚的沙岩覆盖层。 要想得到准确的检验结果,考察队必须设法绕到小草谷的底部位置。 于是,考察队在王教授的带领下,经过一番跋山涉水,来到了小草谷的底部。 我们看到,在底部位置上方大约50米的地方,有一处崩塌形成的沿石泡面,而泡面上方就是小草谷的底部沿层。 王教授告诉我们,这个位置是最佳的检测地点。 如果检测结果是石灰岩,那么所有的问题将迎刃而解。 为了使实验的结果更加准确,王教授决定爬上岩石泡面的顶部,在靠近小草谷的地方采集岩石样本。 看到王教授在接近90度的山坡上攀爬,记者不禁为他捏了一把汗。 王教授和记者带着采集下来的两块岩石,准备下到坡底,用锡盐酸再做一次剑皮。 然而,检测的结果却出乎了所有人的意料。 不起泡,这个不是,可能是随便之眼泪的。 不是石灰岩,我们就可以盘盘这个金马潮汐,一下部都没有溶洞,不可能听到溶洞滴水声和地下河的流动的声音。 检测结果表明,小草谷底部岩层是不溶于水的变质岩,因而不可能形成规模较大的地下溶洞。 考察至此,关于小草谷底部存在大型石灰岩溶洞,从而导致峡谷发出声音的推测无法成立。 既然奇怪的声音不是从溶洞中发出,那么还会有何种神秘力量能让小草谷传出令人恐怖的声响呢? 历经一周的考察又回到了原点,种种推测都被否定了,这让考察工作陷入了困局。 此时王教授说,通过几天来的考察以及对附近村民的走法,他发现,传入小草谷的声响有时像水声,有时又近似千军万马厮杀的声音。 因而,要想破解有关小草谷的谜团,就要对传入的声响进行分析,找到发出声援的地方。 于是在王教授的引领之下,考察队决定转变调查思路,寻找声援。 可是接下来的考察工作又该从哪开始呢? 王教授带领考察队返回小草谷,开始对周围的山形地势重新进行仔细测量,以寻找线索。 测量结果显示,小草谷位于一座山脊的分水岭上,两侧各有一条宽阔的山谷。 小草谷的长度约70米,最宽处大概3.5米,最窄的地方近为35厘米,整体呈优字形。 两侧岩壁陡峡,最高处接近5米。 小草谷两端都呈明显的喇叭开口状,整个地形就像两个背靠背的喇叭。 这种奇特的造型,让王教授产生了一个大胆的归策。 这样一个潮型的结构呢,有利于引导这个,有加速空气的流动,接近一个汇音的一个作用。 所以,在这里听到的水流的这种声音,轻轻万马,十沙声的声响,肯定来自于外部。 这种主要是从两侧进来的。 王教授进一步向我们解释说,也许是由于小草谷特殊的位置和地形,使它能有效地汇集和放大周围的声音来源,起到了一个喇叭扩音的功能。 通过之前仪器的检测,以及村民们的描述,小草谷的声音元素主要是水滴声和一种像千军万马厮杀的声音。 如果科考队能够寻找到这两种声音的来源,再结合现有的喇叭型构造,这种推测就能成立。 种种假设被逐一排除,科考调查再次陷入谜局,考察队最终能否逼近真相,探秘小草谷地理中国正在播出。 此时,王教授突然想起,在之前的考察中,科考队曾经在距离小草谷大约一千米的山峰顶部发现过失灰岩。 据此,王教授分析认为,那座山体之中很有可能存在溶洞。 溶洞中的水流经过落差不等的勾坎后,发出的声音被不断传送,最终传到了小草谷中。 为了验证这个推测,考察队决定再次进入山顶,寻找相应的证据。 通过一位老乡的指引,考察队在距离小草谷东侧近一千米的一处山坡上,果然发现了数个大小不一的山洞。 考察队决定进洞考察。 刚往里走了二十多米,考察队就发现了喀斯特溶洞的标志布,石中鲁和石笋的雏形。 这也让我们看到了过去谜题的希望。 这个肯定是喀斯特溶洞。 此时虽然已经确定这是一个石灰岩溶洞,但是接下来考察队必须要找到地下水。 于是考察队向溶洞的更深处行进。 大约半个小时后,前方被一条地下暗河挡住了去路。 队员们可以清楚地听到,水滴在溶洞里发出的清脆声响。 如果里面再有地下瀑布,那可能就会出现类似于像什么,这个落骨声,或者这种声音比较高一点的,就会出现这样一些声音。 尽管在洞穴里找到了水滴声的来源,但一个问题摆在考察队面前,这种声音相当微弱。 而且和小草谷相距近一千米,怎么能确定它能够传递到小草谷中呢? 王教授认为,只有找到更多的证据,才能证明小草谷的流水声和石灰岩溶洞存在必然的联系。 为此,考察队离开溶洞,顺着水流方向寻找线索。 就在距离小草谷大约一百米的地方,考察队眼前出现了大量的冲钩。 王教授立刻展开了测量。 按摩五。 我们先有一个假设,就是有这种形成小瀑布,那么就有可能水在流动过程中,产生高阴的瀑布。 接下来的考察中,王教授又在距离小瀑布往东不到十米的地方,找到了更为关键的证据。 那就是和冲钩连成一体的岩穴。 就上边有一个半封闭,或者甚至封闭了以后,它就出了这个声音,水流的这个声音就会比较低沉。 王教授告诉我们,溶洞、冲钩、岩穴这些证据,已经能够解释小草谷里发出的水声来源。 当暴雨来临时,河水上涨,地表水会通过繁涌现象进入喀斯特溶洞。 在通过沿途大量岩石空腔时,流水声被放大,并产生了高低不同的声音。 最后竟由冲钩和岩穴逐级传入到小草谷中。 为了进一步证实这个推测,王教授决定现场做一个实验。 他告诉我们,眼前的这座假山就像是一个微缩的石灰岩溶洞,同样具有冲钩、岩石空腔、岩石凹穴等构造。 那么通过不同的空腔和管道以后,那么它就会产生不同的生肖,我们可以试验一下。 通过对水量的控制,果然,我们听到水流在假山的各种空腔和管道中,发出了高低不同的声音。 我们水量如果变化一下,它声音的大小,说它所产生的那种生肖,都是有差距。 所以在宽风暴雨的时候,它产生这个水流的这种声音是可能的。 卡斯特溶洞当中传出的流水声最终传到了小草谷当中。 这个过程说明,传到小草谷的声音确实有通道存在。 考察队在走访当地村民后得知,在小草谷中能够偶尔听到流水的声音。 而大部分情况下,听到的则是一种类似千军万马的声音。 村民们的这种说法表明,传入到小草谷的可能还有另一个声源存在。 那么这个声源在哪呢? 随后考察队扩大了搜索范围,并在小草谷以北大约五百米的地方发现了一个五彩的峡谷。 那种类似于千军万马的声音是否就来源于这儿呢? 考察队向北行走了大约五百米,进入了一片神秘莫测的区域。 只见一条幽深的峡谷在风铃沟壳间迂回盘旋,谷内色彩斑斓。 一座座高耸的峰柱犹如神兵天降,又好似凝固的古战场极为震撼。 眼前的景象让王教授立刻联想起了一种典型的亚丹地貌。 它就是位于我国甘肃省西部的魔鬼城。 由于岩石常年受到风沙的侵蚀,这里同样形成了怪石林寻,色彩绚丽的丘陵地貌。 这里的山谷中一旦刮起大风,就会发出鬼哭狼嚎的声音。 王教授考察发现,魔鬼城和五彩谷都是由沙岩构成。 两者之间存在很多相同之处,因此风声应该对这里的声音来源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接下来,考察队爬上了附近的一座山地。 果然,在山上,队员们听到了大风形成的一些异堂声线。 王教授向我们解释了声音的来源。 像西部发现的这个亚丹的魔鬼城。 寒风暴雨之时,急风在这些沟谷和产生沙岭之间盘行, 就可能产生各种各样的五号声、赞马失眠声、浩椒声。 那么这些生肖都汇集在一起。 我们如果是有心理暗示的话,像我们说的赞马失眠啊, 那么这种情况就会产生。 接下来,考察队顺着这片扇刑区域搜索, 发现许多巨大的石墙高速其间成圆弧状排列。 这一系列的发现,让王教授确定, 已经找到了小草谷中千军万马厮杀声音的来源。 原来,当狂风暴雨来临之时, 在五彩峡谷中会产生很多奇异的声响, 并沿着小草谷两个的山谷延伸, 加上这些巨大的石墙, 犹如回音壁一般, 具有较强的反射作用。 因而,各种声响都汇集在了小草谷的两户。 由于小草谷本身的喇叭状的地形, 又具有收集和放大声音的作用。 于是,各种声音在小草谷中被放大。 而此时路过的村民, 由于心理作用, 就仿佛听到了一种类似于千军万马的声音。 王教授解释说, 小草谷中是否传出奇异声响, 还有一个重要的条件, 那就是黄蜂暴雨的天气。 只有满足这个条件, 五彩峡谷中的风和溶洞暗河里的水, 才会形成共鸣。 王教授的这个说法, 从当地村民那里得到了验证。 哎呀, 是不是那个风暴雨啊, 都要起码把像那个大雷的时候听得到。 风暴雨, 一个大风啊, 你管那个风暴雨, 很累了。 关于五彩峡谷中, 为什么岩石会呈现出奇妙绚丽的色彩这个问题? 王教授告诉我们, 是因为在数百万年前, 古代河流将彩色的沙粒碎屑带到了五丰山的山下沉积, 所以峡谷的沙岩中还有大量的色素离子。 此后, 在大自然风雨的雕琢之下, 经过几百万年的地质演化, 最终形成了色彩斑斓的五彩谷。 就在考察即将结束之时, 队员们又听到一种说法。 村民们反映, 近些年来, 他们已经很少听到小草谷中传出的各种声响。 这又是什么原因呢? 有意外事件没啤酒的。 王教授查阅了脚踏谷所在区域早期的卫星图之后, 发现了其中的秘密。 他近年随着这个植被恢复, 生蛋环境改善以后, 那么他对所产生的这些声音就会有削弱作用。 那么在金马草也很难再听到, 单龄的这样一些清净万马厮杀的这个声响。 王教授进一步解释说, 植被生态的恢复, 一方面防止了水土流失, 另一方面也削弱了声音传播的渠道。 小草谷里传出的奇异声响, 人虽然很难再听到了, 但是当马等动物进入到小草谷中时, 因为它们的听觉远远高于人类, 这种声响仍然会让它们高度紧张。 加上小草谷里地形狭窄, 坚实突起, 容易使马匹等动物感知到危险。 如果此时强行牵马通行的话, 没有受过专门训练的马匹, 比较容易出现受惊的现象。 这就很好地解释了马匹在小草谷中屡屡受惊的反常现象。 考察到此, 关于小草谷中的谜团终于被彻底解开了。 王教授告诉我们, 在他多年的考察经历中, 像五丰山地区这样, 面积不到二十平方千米的扇形区域里, 集中出现溶洞, 彩色沙林, 峡谷等截量不同的景观, 在南方卡斯特地区非常罕见。 而这里保存完好的独特地貌类型, 将为科学家建立环境变迁, 提供珍贵的样本。 小草谷中的奇怪声音, 因为高大茂密的植被而大为减弱。 这个现象告诉我们, 地球演化会有自身的发展规律, 就像亚丹的魔鬼城, 以及五丰山脚下的这片五彩峡谷, 从行城到消亡历经了几十万年, 甚至是几百万年, 而我们人类恰好和他们相逢在某一个阶段。 在此期间, 人类的影响也不容小觑, 就像植树造林, 一方面阻止了水土流失, 净化了空气, 另一方面也削弱了小草谷内声音的来源, 但是却并没有削弱人们对这个区域的交往和憧憬。 近些年来, 越来越多的游客到此旅游, 在带动当地旅游经济的同时, 也给这个地方的生态环境带来的压力。 当地部门为了保护这片区域, 进行了整体规划和设计, 并着手申报国家地质公园, 让更多的人通过它了解到地球沧桑演变的历史。 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 我是盛春, 明天见。 在东海之滨福州城底下, 蕴藏着惊人丰富的地热水源。 他们是天赐福地的龙脉金汤。 他们是延绵益寿的矿世神拳。 遍布荣城的他们, 究竟揭示了怎样的地质密码? 敬请收看地理中国福泉天城。